每年年末的时候大家都会被最美表演的视频刷屏,虽然这只是由部分明星出演的几分钟短视频小故事,但就在那短短几分钟的时候中是最能考验大家的演技,也最能抓住观众们的心。 所以今年的最美表演,还未出正片时就已经很令人期待了,今天中午官方发布了一组杨子的宣传海报,在海报中杨子身穿灰色的正装,显得很是端庄成熟,不过看她的表情,异常民众,不知道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不好的事呢。 杨子独自一员拿着手机,眼神中充满了被伤和无助,随后另一个镜头是杨子在阳台来流满面的样子。 此刻的他任由眼泪从脸盘划过,也不用指尽擦干净,应该是心情差到了几点吧,虽然从这简单的几张剧照中,我们不知道小猴子是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大事,但我们也很是心疼,恨不得跑到他的身边抱抱他, 而杨子也再次凭借这首演技成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,我们也都知道梁子的演技是没啥问题的,特别是看他的哭戏演,那也太传神了,都说哭戏是检验演员们,演技的标准,那么如果说孙力的哭戏是教科书版,那杨子的也算得上实验般出品的了, 不管是天机中的白摇摇还是香蜜中的小葡萄,每次的哭戏都能狠狠揪住观众们的心,有些男性观众甚至都会跟着哭起来,这大概就是表演的魅力吧, 不过令大家觉得好笑的是剧组人员爆料,像猴子拍完这些海报后情绪转变得很快,还逗大家开心呢,果然是恭喜啊,要说杨子在90号小花中发展,还是挺好的一位。 她作为童心出身,就积累了大量的观众员,虽说一开始想打破大家对她的就印象有点难,但是逃过了那段不被大家认可的日子, 从欢乐送中的球营赢到香蜜中的小葡萄,都收获了网友们的喜爱,后期娘子还会挑战更多与她乖乖女形象大不同的角色,也许大家又会提出反对的意见, 但我想只要姊妹演技在线,一切都不是事啊。 目前已经知道的参加今年最美表演的明星阵容还是很强大的,大概有陈伟琴,白羽,正海,黄轩,秦浩,潘文,黄伯,聂远, 秦浩这几位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咖,不知道大家会演绎出怎么的故事供大家观赏呢,你们最期待哪位明星的表演,觉得杨子的姑息怎样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